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大师说故瓜胡 天猪的第280集 也就是第280讲 以往不知道也没有介绍过天猪 反正天猪是一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 非常具有神秘色彩 而且又非常具有魅力 好像作为一个中国人 或者作为一个佛教信徒 尤其是密宗密教的信徒 或者是藏传佛教的信徒的话 要是手边没有一串天猪 感觉上好像不够完整 这是心里面的感受 但是现在人把天猪啊 有时候价钱炒得太高太高 老高老高的 让人忘而生畏 事实上我们不要完全以价钱来乱定 他们现在拍卖市场的那个所谓的 那一类型的天猪固然是老 可是真正来讲那种心智的天猪没有他们讲的时代那么的久 动辄什么一两千年 一两千年 那种时代的天猪我看不会超过千年 我是说现在在大牌上出来一颗九眼的出来一颗动辄 动辄以千计 以千来起跳 那个是不是老 肯定是老 漂不漂亮 漂亮 但是它那年代不是最古的 天猪它有很多种形态的 还在那个印尼尼波尔那边 还有木猪你看 它有各种材质做成 木猪 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木画石做的猪 还有很多种材质 不知道不见的一定是玛瑙 它当然是玛瑙为主体 但是相关的玉类 一些地方玉 甚至于我刚刚讲的木头做的 或者木画石做的玛瑙 这个所谓的天猪 都有 但是他们现在被炒得高呢 就是所谓的玛瑙 玛瑙做的 它这个叫做石水 就是用那种融石法 把这个颜色图案烧在上面 最早的时候是用草木灰 是用草木灰 把颜色烧在里面 到新做的 新房的都是一些化学加工 这些化学加工 所以玩天猪真的是要玩老 不要玩新的 玩新的都不然是很漂亮 但是它因为它有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最老的天猪完全都是用草木灰烧的 它那个刚堪尽进 而且天猪有两种 一种是石科的这种天猪 还有一种它是灌成的 灌成了之后再石科 这个最古老的 在象雄帝国的时候 三千年前 那时候就有这种什么 灌制而成的 他们也发现天猪 制作天猪的模具 所以天猪是零零种种 不要被人家的观念 就是只有这一种 当它现在排卖 它是比较强调的是那种 那一种 不管是造型也好 材质也好 把说能量最大 我觉得 有那种宗教的东西 因为这种 实际上是宗教的圣物 宗教的圣物 为什么叫天猪呢 号称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从西藏那边的 那个藏传国教的传说 实际上它还是人为在做 它天然的里面的 有没有天猪 有 天然的那种天猪 它就是 有那种 特殊的那种玛瑙 玛瑙的这种纹理 也就是天猪的这种纹理 那是什么 没有经过人工雕琢的 我们一般天然看到 它板珠啊 看到什么的 那我们现在 今天介绍的 都是石髓的这种管珠 所以石髓 用 等于说用天然的 这个 天然的这个 炒料 去加热 然后那个炒灰啊 它本身就有 带有碱性 就带有腐蚀性 所以它把这个颜色 它把图案 就能够永远的固定化在这上面 但是也不是永远 它还是会有斑驳的 那这一颗 这一件就是斑驳的 那这一件就是斑驳的 我都收了三十年了 至少三十年了 非常重要 至少三十 我那时候 我没有专门在收天竹 我这是大概 三十年前左右吧 我一段时间 对战国的玉器 很有兴趣 到处在找战国的玉器 那是找到了一条线 它是卖战国的玉器 但战国的玉器 它是顺便里面附带了 这么两串 应该不止两串 大概三四串嘛 因为我目前时间久了 我只找到这两串 因为附了三四串的 这样的天竹 因为我们那时候 这跟我印象中的天竹 有点差异啊 但是当时反正稀里糊涂的 反正因为也不想得罪它 因为它一批 它帮我跑的货 跑来的货 我就照单全收 你这样才能收到好东西 有的时候啊 要大方一点 你处处斤斤斤斤斤斤 像我那个来源非常好的 我情况是这样 有时候 你不见得多喜欢的东西 算了吧 就当时就 那是随缘啊 那只是一个随缘 可是我后来去研究了一下 在大陆博物馆 像那个中国国家博物馆 里面就摆了一颗天竹 那颗天竹就跟这个造型类似 综合这两个的造型就挺类似 它颜色也带一点斑驳 可是它还有辨识度 像这一串就已经只看到微微的痕迹 已经不太容易辨识 可能就是要上仪器去辨识它 肉眼已经无法辨识 确定是老 但老到哪个年代呢 照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一点 它是定位在战国 我说我在想 对呀 我当初买的时候 我就是 我就是那个货源 就是专门跑战国 战汉 我就想 这个东西就冥冥之中 就有一些企业 再看它的造型 跟着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一件就很类似 迥异于现在它们拍卖的这种 动作说几千年 那个没有 保证它们有几千年 肯定是老 但是它要超过一千年都很难 像这两千多年前的 这个战国的这个天猪 你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个 它 我忘了 它好像据说是从中亚那边出土 接近中亚那一代 因为这个天猪 它最早它是外来 它最早是从阿富汗 那一代 因为阿富汗 各位知道 神学士那是炸了很多的大佛像 最早那个地方不可能是印度 阿富汗 就是在内一代 中西亚那一代 那时候是佛教最盛行的地区 所以我们唐山 唐山藏西方取经就是往去那边去找一些经典经书 回来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是唐山藏最大的功德在唐代的时候 所以是从东汉引进到了国内之后 然后到了唐朝的时候 可以发扬光大 你看现在的敦煌的石窟 很多唐朝的造像都是非常美 随唐的造像 人物尤其随唐的人物 除了脸美 体态也美 S型的战姿 类似这种曲线之美 包括我们张大千早年去临摩 也都在吕都皇十四十五为主 那些佛造像 所以我们讲的这是一个有文化 我不以现在他们拍卖的那种标准来名 那种有没有 我们也有玩 就像我眼前这一歌 是达禄 达禄就是圆珠 这个圆珠是比长珠来的更少 我们都是九元 像这个年 像这一件的年代 虽然它是有经过了火供 但它整体的润泽度 经过火供 它那种润泽度更优于 更优于一般传统 所以那种手感非常非常非常 我非常喜欢这一张 但是你不能以这个为标准 或者天出不能以哪一件为标准 它是所谓的经过了数千年来的演化 而且是最真实在最古朴 在最我们讲的在中国发现就在清藏高原 就现在的西藏地区 其实在西藏地区以前就有 从西藏来说是向雄王国已经算很早三千年前 其实在三千年之前中亚西亚那边也有 但它不是成串成串的书 都是单科单科的书 像我们这个就是以战国时期作为一个标的 我们这所谓研究跟探索 我们要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 所以我把这两个同时在那年代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我收藏战国玉器的时候 附带收藏来的这两种造型的 我拿出来给你们看 而且也比较 我也把图片也传到 那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一件 战国的死水花珠 那我们这 我们这件已经褪色的 已经褪色的 可是它润度非常好 我怀疑这件是有佩戴 那这件是应该就是没有佩戴的 所以它的纹饰都还保存了 它这个纹饰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 你要去仔细 甚至要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到到它的纹饰的细细 那我手上这个呢 是三眼珠 听出我概略介绍也竟然讲到 听出它基本上它的图案分成三种造型 一个是什么 三角形 三角形代表降腹 三角形代表就是三 你看嘛 就是我以前研究过中共的这个辩证法 它就正反额 就是三角形的图案 那是攻击性比较强 我们易经就是圆形的图案 易经 易经为什么 易经就是一个圆 所谓的圆分一半才分阴阳 阴阴阳 阴阳中带阴阴中带阳又分成四项 太阴少阳 然后少阴老阳 又分四项 四项再分八卦 八卦分极凶 极凶生大业 一有太极 四项两一 两一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 八卦 并极凶 极凶生大业 这是在易经细子专上讲 所以它是冥冥之中的吻合 我们讲的三角形的代表是什么 降伏 降伏一些魔杖 降伏魔杖敌人 你记得这六个字 降伏魔杖敌人 就是三角形的 原型图案 我们刚讲 易经的原型的图案 区隔于辩证法 三角形的图案 原因代表争议 争议什么呢 争议财富 像我们这个就是 那个 那个 原型的 原型的 原型 不是 原型代表平息 原型的代表平息灾难 平息灾难 什么 魔杖 灾难 魔杖 把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把它平息掉 就像 现在 被COVID-19搞得全世界 都快要发疯了 就需要 用原型的 用天主 来为天下祈福 好了 还有像我们这个是方形 方形代表争议 我们平息 我们是由 我们是由 降伏 对抗性的 针对性的 攻击 攻击性强的 降伏 就是辩证法的 正反 降伏 降伏魔杖 到了 再到了原型 那是什么 平息 平息灾难 平息一切灾难 再进一步 到了 平息灾难之后 还要争议自己的财富 这叫做 我们的方形 方形的造型 是争议 争议什么 争议财富 还福慧 福是福气 慧是智慧 争议福慧 它是 争议 财富 争议财富 福慧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就代表 而且本身 我们是三眼珠 三眼珠 本身就代表 一种财产 就代表 一种财富 所以拥有 这双珠子 应该是 对你的 财运会 大大的有帮助 大大的有帮助 所以它是 这样的一个理论 这样的 因为它的 天珠 你不要看 它简单的图案 它是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不是 有那个 有那个卖草圈吗 欧洲 很多卖草 我们在欧洲待过 知道 一夜之间 形成的卖草圈 那都有意义的 还有那个 就是在南美洲 那边有石头 排成的图案 那都是几千年了 那都是 那都是上古时代的东西 都是要飞机 从空中鸟看 那个时代的人 既然没有飞机 它怎么去排这个图案呢 很大图案的 绵延数公里 所以你就知道了 所谓的外星文明 原古文明 有两支 一个是local的地球文明 一个是来自于天上的文明 你看我们的 两组文化的 神人寿面文 那个 从天而降的 那个两个手 孤主像骑马 像骑鹰 骑马一样 那个的 那都是从外星来 然后降落到人间 降落到地球 然后跟地球的文明 产生一些 它有一些接触 然后 共同融合出来的一些 值得今天我们能够 要探讨的东西 所以凡是不是科学 我眼见文性 不见华科 心不是 你要是存在这种观念 你永远只能 停留在基层科学 或者基层物理学 你要知道那个高效 高能物理学 到了极致的时候 就跟天 就跟神 就跟地有关 所以我们视野要开阔 不要当井底之蛙 但是有一句话 大胆假设 要小心地求证 不要三下两成二 就迷在里面 或者上司的自我 你要能够出入 就是 入是容易 出是难 出是容易 你要能够入是难 你这样才能够 我们到家的 所谓的神有大法 神有大法 你才能够进入到 那样的境界 你才能够去 洞悉一些事情 就跟我们 中庸他们讲的 成 自成之道可以前之 自成之道可以 产展田底之话语 今生所至 今时为开 那就是跟人 跟田底之间的 万事 能够融合 跟宇宙 接近宇宙的步调 然后你看什么事情 你就像神一样 它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们从行而下的科学 讲到行而下的哲学 但是我们就要再回到 行而下的科学 你这样子 才不会的 上次自己 我们讲的 才不会走火入魔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以这么 两届的 所谓的 跟博物馆等级 接近的 我不敢说完全一样 接近的 整体行运 接近的 这么两届 我三十多年前收藏战国玉记 而同时接缘的 这样的天珠 而不同于一般的 现在房间的这种天珠 我特别拿出来做一个介绍 给各位做一个启发 我只敢说是一个启发 至于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你启发到哪一个程度 你能够启发到一个 多高的一个境界 那要靠个人的缘分 跟个人的修行 好吧 希望借着这两串的天珠 也为现在的天下 昌生 起个福 COVID-19的造成 再加上美中大战 美中的所谓的科技大战 然后那个 我们的台湾 也跟着搅和进去 很多原本是什么 太平 天下本无事 用人治老子 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后感觉上就是说 你有些事情瘫到你身上 你连解释都很难解释 这个为什么 这个东西就一种 一种什么呀 斗垮钱先斗臭 从美国总统就在斗了 通俄门 通乌门 通什么 还有一个通哈门 哈萨克 还有通中门 那种一讲通什么东西 那种就是一种 那种是一种污秽 就是一种污染 好吧 这等于说 这几年天下真的是不太平 再加上COVID-19 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整个气氛 每天就在战斗机飞来飞去的 然后这边 这边什么 普风叠影的 这种东西是很伤人 这种东西 你要将来要迷平这个伤口 就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而且要下很大很大的功夫 好不好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一句话 为天下伤生 祈福 pleased 都PEC 在 和 初